朋友们好 今天是2月5号星期五 欢迎来到远见快评 我是唐靖远 在节目开始前 还是例行的提醒一下朋友们 不要忘了花一点时间 在视频下方的链接中 留下你的email 这样不管我们未来 搬迁到哪个平台 或者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都来得及 跟你取得联系 并且能够发送最新的消息给您 这段时间以来呢 一直有不少的朋友 给我提建议啊 就是说你除了评论一下 这个时事新闻以外呢 能不能够也聊一聊 其他的话题 一方面呢 是因为现在 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新闻了 即便是出了一个大新闻 但也往往都是坏消息 对吧 大家看到呢 都觉得心情比较压抑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人们都常说啊 说这个历史它是重复的 今天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呢 它其实往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 都能够找到相似的例子 那么今天的人类 有很多的智慧呢 它其实也都是从历史人物啊 典故啊 传奇啊等等 这些文化内涵中去吸收 继承下来的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说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而历史呢 都曾经是新闻 所以呢 我就想借着这个周末了 来尝试聊一聊 就是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不然的话 每天大家面对的 都是那么多沉重的国家大事 每一天都是同样一道菜 那再好吃 可能也会觉得立位了 对吧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事评论 看成是一个正餐 那么我很希望这个传奇会呢 它能够成为一杯清茶 就如果这杯茶还勉强能够对得上朋友们的胃口 那么我们就可能在未来适当的时候呢 另外去开一个频道 这样的话方便朋友们聊新闻和聊传奇呢 互不冲突 好的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我们下面呢 就开始今天的话题 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故事呢 它非常的久远 是发生在 从周朝到秦朝之间的一个预言故事 这个呢 也是秦朝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谜 当然一说到预言啊 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觉得 这些内容往往都是信则灵 不信就不灵了 对吧 我们看的太多了 真的假的都还不一定呢 的确呢 在历史上很多的预言故事 它是非常多的 当然也有个别 它被认为是后人委托古人所写出来的 当然呢 我不是专家 难以对有争议的一些话题呢 去直接的下个结论 但是呢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预言呢 它是有一点特别的 这个预言它的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啊 这个预言它不是存在于那些不知来历的古书之中 而是被记录在非常严肃严谨的正史史书之中 记录者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迁 而记录的这本史书呢 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就是堪称是黄黄俱著的史记这本书了 其次呢 这个预言它在史记中呢 它不止出现一次 而是在不同的篇章之中啊 反复出现了四次 可以见到就是司马迁本人啊 对这个预言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同小可的 而且呢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它证实了这个预言的真实性 那么最后呢 这个预言 它被后来的这个历史进程 它证明了它的准确性 而且它在时间上的这种精准 可以说达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这个预言呢 它就是周王朝的太史官 对秦朝将要取代周朝的一个预言 那么在讲述这个预言的来龙去脉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先要花一点点时间 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秦朝它的先祖的来龙去脉 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才能够看懂这个预言 它在说什么 才会对那种震撼性啊 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我们都知道呢 中国这一期的文明历史的开端 是吧 它曾经出现过三皇五帝的这个圣君 对吧 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么这个五帝的其中的一个呢 它叫做专须 秦的先祖呢 就是这个专须帝 它的后裔的一支 那么当这一支家族啊 它一代一代的传承到了大顺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呢 这个家族中呢 出了一个邻教博弈的人 他呢 因为辅佐这个大禹治水有功 这个顺呢 就为他主婚 取了这个姚姓女子为妻 并且赐给他一个姓氏 就是银作为褒奖 那么后世的秦国皇室的姓氏 银呢 就是秦始皇的名字 不是叫做银正吗 这个银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再往下 到了西州的第八代天子 周孝王的时期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950年 到公元前886年之间 那么银氏家族呢 就出了一个叫做银妃子 就是这个人 他是干什么的呢 他负责为周王室养马 而且呢 他的确也是特别的善于养马 他养的马呢 个个都是彪肥体壮 而且这个数量繁殖也很快 那么周孝王非常的满意 于是呢 就给他祭了一大功 这个祭功的酬劳呢 就是把秦义这块土地 就分封给他了 地理位置呢 大概是在今天的甘肃省的清水县那一带 那么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呢 就叫做许为附庸 这个附庸啊 他就是那个附庸风雅 就是这个成语的前面两个字 这个附庸 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贬义啊 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啊 周天子说要给你一块封地 允许你去建立一个附庸国 那个就叫做许为附庸了 那个是非常尊荣 是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银妃子呢 他也就成为秦国建国的第一人 这个秦国因为他是处在西北的边陲地带 对吧 他的经济不发达 人口呢 当时也很少了 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 但是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的时候呢 秦国就获得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 使得秦国的命运呢 从此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这个就是犬戎之乱 那么对这个周幽王啊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的 因为他就是历史上那个富如皆知的 烽火系诸侯这出大戏的主人公 这个西周王朝呢 也正是因为这一场的犬戎之乱而灭亡了 此后继位的周平王呢 就带领群臣把都城往东迁移到的洛邑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洛阳的附近 中国呢 从此就进入了这个东周时代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的转折了 对吧 因为中国呢 从此就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 诸侯纷争的一个长达五百余年的 大分裂的时期 那么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的当口啊 当时的秦国国君 他叫做秦湘公 他对周王室呢 他是很忠心的 虽然国小利弱 但是呢 在这个犬戎之乱的时候呢 他依然发兵去秦王抵抗外敌 之后呢 又亲自护送这个周平王 东迁到洛邑这个地方去 因为他有这些功劳呢 这个周平王就册封秦湘公为诸侯 秦国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正式的成为 有了爵位的东周的众多的诸侯国之中的一个 那么在这个册封这个秦湘公的时候呢 周平王他当时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这个史书呢 是这么记载的 荣无道 庆夺我齐丰之地 秦能公逐荣 既有其地 这段话呢 我们把它翻译过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西荣啊 残暴无道 庆占了我大周的齐丰之地 如果说秦军 你能够把这些蛮夷都给驱逐出去 那么这些土地就全部都封封给你 就是你的了 那么周平王在这里 他所说的这个齐丰之地呢 它是包含了周王朝的旧都城 就是说这块地方呢 它也是西周王朝的发源之地了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龙兴之地 所以呢 周平王这番许诺呢 他一直都被后世视为是一种天意 就是说他无心中的把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呢 分封给了秦相公 那么这本身就预示着秦国在将来啊 很可能会成为周的一个替代者 所以后世呢就有一个说法叫做 周秦同源 其实呢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起 他就成为秦国后来取代周朝的一个开端了 秦国呢 他已经隐隐约约的有了自成一家的这种资格和条件了 大概就是这么点意思 那么后来的秦国呢 他果然就是君臣一心 就是奋力地攻打西戎 尽数地恢复了西周故都的这些土地 而且呢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在此之后呢 又经历了春秋战国 差不多五百多年的这种诸侯纷争啊 到了战国末期的时候呢 秦国又发生了一件标志着命运转折的大事件 这个事件呢 就是秦灭西周公这个事件 这个西周公他是谁呢 我们要把它细说起来呢 可以说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为了不扰乱大家的思路啊 我就非常概括性的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都知道东周啊 他从第一个天子 就是周平王开始呢 这个王室的权威 他就已经大不如前了 史书上有句话呢 叫做亡命不行 他真的就是不行了 意思就是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一样的 就是说这些诸侯呢 他都逐渐的不尊亡命 各行其事了 那么这个局面呢 他随着诸侯纷争是越演越烈 到了战国后期的时候啊 这个周王室的处境 可以用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 那么他糟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周王室啊 他甚至完全没有了自己的地盘了 这个周天子 他只能寄居在西周公 这个小封国之内 这个西周国呀 他和我们说的东周以前 那个大的西周王朝 他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啊 这个西周国呢 他是在东周时期 分封的一个很小的诸侯国 他全部的人口加起来 大概也只有三万人左右 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西周 这个国君呢 也就称之为西周君 或者是西周公 他是周天子的一个亲戚 那么当时的周天子呢 是叫做周南王 虽然他完全只是一个挂名的天子了 但是毕竟呢 象征着周王室天子权威的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九顶啊 那九个顶 以及其他的象征王权的珍宝啊 契物啊等等 他都随着这个周南王呢 是存放在这个西周国里面的 那么到了公元前256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啊 他已经是战国的末期了 因为这个西周国呢 他就与秦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诸侯国发生了一系列很复杂的矛盾 反正最后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呢 就是当时的秦昭湘王就下令出兵 正式的灭掉了这个小小的西周国 那么象征着这个周王室天子权威的那个九顶等等 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宝器 他就尽数的都被秦国得到 并且把他放置到了秦国的国都咸阳 那么这个周南王呢 也在同一年就病死了 所以从这一年起 周的后人就不再称王了 后世的始家也开始以秦作为纪念的开始 这个就是秦取代周的正式的一个分水礼 这个呢也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好的 我们刚才呢花了一点时间呢 跟大家来大致的梳理了一下 就是秦他是如何从一个边陲小国 逐渐的强大到最后彻底的替代了周王朝的这个脉络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脉络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神秘的预言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在史记里面被反复提到了四次的预言 它是多么的令人震撼 这个预言的出现呢 它是在周列王二年 也就是在公元前374年 当时的周王室的太史官 他的名字叫做丹的 大家不要奇怪啊 在先秦时期啊 有很多的历史人物 他被记载下来 往往他的名字呢 就只有一个字 所以呢 这个人就叫做太史丹 那么这个太史丹呢 他因为仰观天象洞察了天机 于是呢 就亲自前往秦国去面见当时的国君 叫做秦县公 那么他就向他讲述了这个预言 原话呢是这么说的 秦时与周和 和而离 五百岁当复和 和十七年 而霸王出烟 那么当时秦县公他一听呢 就喜出望外 立即就叫人把他给记录下来 就是作为对自己后世子孙的一个激励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预言 他在史记中是反复的出现了四次 对吧 他分别被记载于 周本纪 秦本纪 风扇书 以及老子 韩非列传的四个地方 而且记载的文字呢 都是大同小异的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版本呢 它是记载于风扇书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说的最清楚的一个版本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解密一下这个预言 看看他究竟震撼在什么地方 首先啊 第一句话 说秦始与周和 这里呢 他就已经有了秦这个正式的国号了 所以呢 这里他指的应该就是周孝王 把银妃子分封在秦这个地方 虽然这个银妃子他得以建国了 但是呢 他仍然是周王室的附庸 对吧 大家还记得吧 所以呢 他就叫做与周和 也就是说 秦和周呢 还没有分家 那么第二句呢 这个和而离 指的呢 应该就是公元前770年 就是说 秦湘公他护送这个周平王 东迁洛邑嘛 那么平王就册封他为诸侯 并且许诺呢 把这个周王朝的故都啊 都送给秦国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秦国从此以后呢 就不断的向西去开疆拓土 成为了一个大国 这个实际上呢 是秦朝后来替代这个周朝的开端 就是分道扬镳的开端 所以呢 叫做和而离 就是说象征着天命转移 秦州开始分家了 第三句呢 就是这个500岁当富和 他指的就应该是 秦昭湘王在公元前256年出兵 灭了西州军 刚才我们有提到了 他取得了周王室的这个九鼎 实际上呢 他就是完成了问鼎中原的整个一个全过程 他代表着周王朝的正式的终结 那么秦呢 在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周 所以呢 就叫做复合了 就是重新合在一起了 周秦分家的这种状态呢 他已经彻底的结束了 好的 在这里呢 要请朋友们注意一点 就是从公元前770年 秦湘公啊 被封为诸侯 到公元前256年 他灭掉这个周 总共是514年 他刚好与那个太史丹的这个预言说 500岁是相符合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中国古书他记载这个历史呢 他对比较大一些的这种数字呢 他往往都是喜欢取一个整数 就是对长达500年的这个历史来说呢 14年他的确可以说只是一个零头了 而最关键的是呢 也是最令人震撼的是 这个预言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合17年而霸王出焉 那么这里面的关键词啊 有两个 对吧 一个就是这个17年 另一个呢 是霸王 这个霸王他指的是谁呢 毫无疑问 他只能够是与秦国有关的一个霸王 一个霸字呢 他说明这个是一个 雄霸天下横扫六合的王 我想大家可能都不难猜测 这个横空出世的人物 他究竟是谁了吧 他当然就是秦王嬴政 后来一统天下 被称为万事开机的秦始皇 那么可能就有的朋友啊 在这儿会觉得有个问题 就说秦始皇他统一六国呢 他是在公元前221年 他距离秦灭州的公元前256年呢 他有足足35年的差距 这个和这个预言里面提到的 说是和17年 是对不上号的 对吧 那么在这儿呢 可能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预言的原话呀 他说的是霸王出焉 也就是说呢 这个秦魏呢 他还是王 而不是皇 对吧 因为秦始皇后来是称帝 称皇帝嘛 出焉呢 当然就是出现的意思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 秦始皇嬴政啊 他真正的登上这个历史舞台呢 他是在什么时候呢 他虽然在13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秦王 但是由于那个时候 年幼嘛 年纪太小 他不能够亲政 所以呢 秦国实际的军政大权 完全都是掌握在他的母亲 赵太后 以及他的丞相 就是吕不韦的手上 那么在公元前238年的时候呢 与这个赵太后有私情的甲太监 叫做烙矮的 他发动了一场叛乱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很有名在历史上 叫做烙矮之乱 那么他被当时的嬴政呢 果断的给平息了 嬴政也在同时 同一年 正式的行这个冠礼 就是古人 他代冠 就是代表着成年 他要亲政了 这个就标志着他成年以后 正式的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 这个才是真正的霸王出烟的时刻 好的 下面呢 就到了我们要见证奇迹的这个时刻了 就是说 东周啊 最后一位的天子 他是周南王 他病死的时间呢 大概是在秦灭州的公元前256年的下半年 而秦王嬴政呢 他平乱 清政是在公元前238年的4月份 这个时间的跨度呢 他不长不短 刚刚好是17年07到8个月左右 也就是说不足18年 大家也看到了吧 这个预言 他的这个年份的数字 可以说是精准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 要知道啊 这个太史丹 他面见秦宪公 讲出这个预言 他是在周列王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375年 他距离那个秦灭州 兑现他所说的这个秦州复合 足足是领先了119年 同时呢 距离秦王嬴政这个霸王出现 也是足足领先了137年 那么在秦宪公时期的 那个时候的秦国啊 他是刚刚从多年的这种内乱之中 才喘过气来 当时的秦国的国力 是非常的虚弱不堪 各方面呢 也都是非常的落后 甚至啊 是被中原的各诸侯国 是视为遗敌的 到了秦宪公 他已经去世了 他的儿子秦孝公继位以后呢 他都公然的在这个昭贤命中 喊出来说诸侯悲情丑莫大言 就是这样奋机的话语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现在诸侯啊 都看不起我们秦国 这是我们秦国莫大的耻辱 就这个意思 可见啊 在秦宪公那个时候的秦国 可以说 他是一丁点你都看不出来 他有任何在未来 可以取代周朝去 统领天下的这种样子的 所以呢 像太史丹的这个预言啊 我们从现代人的那种 说啊 他是观望风色 看到秦国强大了 赶快就去说说 这个秦朝的这个奉承话 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推断 他其实是完全说不通的 尤其是对秦王嬴政的这个预言啊 他的年份的这个时间 精准到了各位数 我们不能不说是让人看服 就是太史丹这位神秘莫测的人物 他的眼光之高 这个呢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他印证了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啊 很多啊 都是现代科学难以解释 也难以企及的 这个太史丹呢 他无疑是一位高人了 对吧 有人说呢 他就是历史上 那个大名鼎鼎的老子 而且呢 是在西汉 就是司马迁 他写这本史记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种说法了 还被这个司马迁 他给记录下来 但是呢 司马迁本人 他也没有敢去下这个结论 因为实在是难以查证的 其实这个呢 在我看来 他并不重要 我们都知道 中国古代的这种文化呢 他非常讲究天人合一 对吧 因为人世间的很多的大事呢 他往往都和天象变化 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所以呢 过去啊 做史官这个职位的人呢 往往他都是精通观察天象的人 甚至有的人 他直接的就是修道的人 正是因为如此呢 他们才有这样操着的能力 可以洞察先机 然后呢 给君王去提供一个及时的信息 然后帮助君王去顺天行事 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呢 光是在史记这一本书中呢 就有多处的记载 而且呢 都是非常的真实可信 比如说 在西周末连这个包四的出现 就是那个烽火系诸侯 这个典故中的那位女主人公 他同样呢 也是很早的就被这个太史官所预言 并且被官方给记录在案了 一直到了后来这个预言兑现的时候啊 这个太史还大发感慨 图幻赖和 他也被记录下来了 当然这个呢 就是属于另外一个故事了 好的 今天呢 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 如果说朋友们 对这一类的话题也感兴趣呢 请多多的给我们留言反馈 我会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呢 再和大家来分享其他的一些传奇 而又有趣的故事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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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